其实这就是选手在比赛当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大问题 来看一下这一次狼队的首图是换到了一路向前 上次是选到了 王图 王图 对 是上次选到了超弦 然后伊萨终于改回了自己的猪肉技了 长龟谁来了 没错 班图呢 狼队先班苏格兰 伊萨绊掉了工地 工地这张图我觉得季后赛可能其他76面都要狼队吧 应该都会搬 对 在双方的第一班当中都针对到了高新男图 而第二班是搬掉的长城 阿妮的严均长城确实是有很多东西 对 这个季时刷出来确实摆在这了 对 而第二班伊萨是搬掉天宫 这张图又是为何呢 天宫玄梦这张图对于上一个赛季E-Star在交手方面 尤其在生死局的时候 阿妮确实是发生了很多事故 但这个有点太过于这个去担忧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战术协赛 因为如果仅凭一张赛道在之前没发挥好的话 可能不足以成为他搬这张赛道的理由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种同车赛道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对吧 其他赛道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赛者的智慧或者一些意外性 但是天宫玄梦这张图你拿出来以后就是四辆星皇 四辆星皇你打不过那就是打不过那就没办法 而现在又涉及到了一个新的极限跑法 可能翻车的概率就更大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张图搬得合理 来进入到双方的2V对决 首途是赤城红叶 弄到的赛车也都是冰库 季后赛的第一场比赛 狼队和E star 这个好像和去年是一样的 首日对决跟去年是一样的 反正这个跟我们成为在最后一场比赛息息相关 这两支队伍回顾起上次交手 那就在上周 远在7天之前 是的 刚好是96 风华 所以说他们打训练赛了 E star 双根跑 这个起步对于风华和阿妮来说非常的顺利 对 宁钦这边起步被卡到了 那这个位置阿深是先给宁钦让了一下 但拖接完之后宁钦拖的稍微有点肥 所以是挡到一下阿深 对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刚刚那一个点 阿深没有发生速度上的问题的话 那他这手让车 就是让位 对 就是直线点下车了 明星刚才又一个拖飘 现在两个选手是在交替的过程当中 对 刚说完阿深这里自己又拖了一下 是 调整一下节奏端端端端 拉一个拖接 二段飘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的出弯角度 卡板端端端以后给小片看 风华这把领跑非常的稳 是的 但是刚说完一个出弯的拖 把阿妮给等了上来0.2秒的差距这个位置 阿妮也拖了 把宁华也让了过去 对 宁华要是能再抢一个11分的话 哎 哎 嗨的是你 刚开始第一句话 阿妮是 不 风华是真的稳啊 然后第二句 如果宁卿能抢一个11分的话 那这一局 赤城红叶一start的机会 就是一点也没把握住啊 但这一局对于阿深来说是跳秒了的 后面跟了两个十二十 你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一凉 然后果然 但没想到阿妮也出现了失误 阿妮的这个失误是为什么的 怕对抗到风华 啊 不是 就是这张图 其实作为第一张啊 季后赛这种强度和压力的压力很大的 但后半段进到这样的失误 我觉得真的很少见 你别找借口了 后半段哪有这么多失误啊 嗯 三个 两位选手吧 意思大的两位选手 我觉得他们一方面是这张图 另一方面就是 在这一局比赛当中 他们也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对 就感觉好像真的是个机会 确实没太想到啊 但这局打完之后 双方是打平 但怎么说呢 这张赛道选拳 你觉得对于狼队来说 真的是正确的选择 好像两次了 这次如果不是伊斯拉的双领跑比较失误的话 我觉得这局至少是拉开三分的差距了 是不是正确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啊 按照狼队在这张图的高光表现来说啊 肯定是正确的 但是综合得分来说有待商榷 不过还是间接的搬掉了 伊斯拉的亚特兰蒂斯嘛 对 他其实也可以选一首 人游天 这个真能拿11分啊 就剩下最后两个弯了 真的想到的 来看一下第二张赛道 是狼队的王图一路向前 我想到了 啊 你确实想到了 来看一下这局 希望不要影响心态 屁天饕铁 起步 哎阿尼真的起步喷被挤掉了 是 阿尼这边侧身调整一下 等了一场阿尼 前面您这个风华0.1 风华的起步还是非常快的 这边跳起来延续延续上 但转向过来以后 两个人的路线都不是很好 风华其实刚刚他路线 就是想上去顶一下宁钦 想法是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直线 你拿什么速度去顶啊 同车的情况下 稍微过来看一下 这边压车情况 阿尼也没压住 拖出去了以后 再衔接一个进阶 是的 拉回来 宁钦也回来了 哎 宁钦刚刚不是第一吗 而且第一顶尖很多呀 嗯 带风飘出现15 季度赛不一样啊 对 季钦在释放 而且衔接一个WC大W 有红光弹器 看下前面的这个甩尾了 有这个特标 延续呢 延不上了 延不上了 嗯 但在直线上面 就会被阿妮反撞 而且前面可能还要发生卡位的 宁钦把阿妮直接卡过去了 那这一手阿妮 相差的不够远啊 但这几年弹射下来的话 还是能稳住 但风滑上墙了 卡在一起以后看一下 阿尸能完成冲线 而最后三名选手的成绩 都是在9分 还是双尼宝冲线 顶先2分这一局 哇前两局好乱呀 失误有点多 对这个乱并不是说 选手们的打的乱 对抗的乱 但是失误以后 局势乱 对 场面一度失去了控制 对 跟我们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两张图战霸 狼队领先2分 在一路向前自己的这张王图上 使用到试天饕铁打了一手同车 下一局又是一斯大尔的王图 朱乐际 这张图 风华其实跑得还不错 在今天连续几局的起步当中 其实风华占据了四名选手当中 应该是最有力的一个位置 嗯 就是要看出去之后一个稳定性 一三个选手还得跟着风华来 就风华今天他的这个起步能力 嗯 再加上他的这个稳定性 嗯 他可能会影响整场比赛其他选手的发挥 对啊 因为他出去之后多多少少会对旁边的选手进行一些干扰 嗯 所以这也是一大优势所在 来看这就会撞 嗯 自己先蹭了左墙 对他想去撞 阿妮是撞了右墙 但是看 林青这边哎呦直接断过来了 哎这个调整啊僵硬了 对他主要是已经落地以后 拖到了墙上蹭了一下 没办法再进行飘移了 等他再进行飘移的时候已经是在 下一面墙上了 是的 看这局 呃分别把持续给到了阿申和风华 对啊 林青阿妮则是驾驶者银河之光 嗯 看起步 风华这个这张图起步有东西啊 一个神龙白尾但又来到底 是的 而且这边能用自己的车身去挡压阿申 前面弹射 转过来 这边想从那道去卡 但是位置不太够 洛迪欧在爬满氮气 是 对 甩尾过来以后 阿申这边的这个路线会更好一些 对 但是刹车点的重了一点 对 进行了一波突然的调整 哎呃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 对被风华带了 但是风华这边确实是极致路线啊 对这个地方阿申再考虑一下阿妮 阿妮要上去对抗阿申了 指尖拧开 你的这一道 林青在后半段的话 跳起来了 我还要去飞越过去了 这边神经的CW单喷 速度不够啊延续 节奏也受到一些影响 对 又挡了一下宁青 因为他跳起来以后只有一个CW单喷 对于后续的这个 甩尾延续的这个支持路段不太够 是的 现在阿申开始做极限 因为如果要是自己稍微放慢一点节奏 宁青的跟车会出现他们难受 前面波飙了 而且阿申的暂气节奏还出现了 为什么 他想用一个极限跑法 因为他每一下卡器都有可能影响到宁青 这波想法有点多 哎 但这边过来以后 还是会进行一波对内的对抗 是的 而前面 其实风华也出现了失误 阿尼拉的距离了 但最后这个11分还是能够拿下 对 而阿申人出现跳秒呢 两个人都跳了 1.98 那这局是3分 是的 反超1分 那三局比赛下来 反而是Estar有一个领先的优势 一分的优势 是的 这局风华跑了一个11.3 这个不管是相较于 他在这张图的一个低级 还是相较于记录来说 其实都是有一个更大的提升空间的 但是对于Estar来说 如果说狼队两位选手 今天在配合方面会有一些问题 包括他们在节奏方面 如果要是发生了一些碰撞的话 这就是Estar的机会 主要是阿申这个点 在第一个劲道处的落地 太靠外了 所以那波对抗也是给到了阿妮机会 原本是碰不上的 他跟着风华一起飘 然后风华就是一个 甚至你可以称之为完美的路线 虽然说我们经常讨论 没有最极限只有更极限 他那个已经真的非常接近于最极限了 从阿申的视角来看 是 而阿申在第二圈的弹射点 原本就没有弹气的情况下 他想去挤满这款弹气 然后但是还出现一个大拖飘 所以又落到后面 跟明星做了一手对抗 三张图下来选途全是交到狼队的手里 跟上次的剧情不太一样 上次其实在Estar对战到狼队的时候 三张图之后就已经拉开了大笔 那情况下Estar是连续打了四张男图 这个点 太靠外了 你看这边就是因为那个CW单分 然后甩尾过来 其实又没分 然后也延不上了 阿姨是怎么做到飘的又肥 然后又能反超 对啊 这可能就是理解了 飘肥了以后可能 他想延续 对 所以他要提前测身 但是 就有这种效果 还是觉得有点 有点厉害啊 没关系啊 这个实证场上的调整 可能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直接季徒王图云孟泽 这张图在很多队伍面对狼队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给他们打的机会 因为这张图宁青非常的快 对 第二辆时序也拿了出来 哎呦啊 你起步又被阿峰华给挡了一下 刚才应该是 直接从后面点了一下 今天峰华起步也太猛了吧 直接上去对抗宁青吧 但两个赛车还是有差距的 没够少 就峰华没够到以后 可能就会瞬间被拉开一个比较大的距离了 是的 但是阿生呢 2.4的差距 阿生留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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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从收益上来说 应该能够到两秒的边缘先后追 0.5秒吧 一个意思又差不多 0.4 看 但现在2.5了 这主要银行这把有点快 对 别拖了 但是反超上来是林青的影子 没事 你今天要不 我为什么拍大腿呢 这一局虽然没有打破纪录 但是51.57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快 没错 后面扳回2分 对 阿姨还跳了1.082分 那反超1分 我不能休息太久 你又没有发现 为什么 就休息太久以后的第一次 那个读性好像就会 自无忌惮在蔓延你 要不就平时直播的时候多读一下 主要是 分散一下 主要是 这周也休息了一下 哎呀 那这一休息 这场比赛的 十位选手 加小心了 就危险了 哇 点谁 谁没有啊 就是你读完反超上来是 宁青影子的那一刻啊 没了呀 他领先0.2 这个记录已经非常快 对啊 原本之前打破之后 就已经是一个很极限的结果 对 感觉这张图的记录 这个赛季想要再破的话 也只有宁青能够试一试 18的20 2分 能不考虑这些强者 就包括S流火 应该也不会考虑 他们考虑的赛车 很有可能是那种边缘性的 同车图呗 因为现在对于两队来说 分数 好可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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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熔炉吗哪一个熔炉 熔炉可能没有 好念成好 风华这个状态其实挺让担心的 就是经常会出现二次票 二次票其实是他常规赛第二周 也出现了两次 对 常规赛第二周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失误 非常非常影响自己跑足节奏的 对 就是因为你点快出的这个节奏 就是会维持一段时间 你要调整过来的话 你也不能刻意去放慢 对 放慢的话 你对于整体的这个计时 极限性来说也挺影响的 是的 车间这张图 阿妮在上一次嘴向音里面听到 他在那天没有跑这张图 场上一把 19.3 确实非常的猛 没错 起步阿妮也杀出来了 但是拉了是三拍 所以阿生能够反抄 一个弹射又把阿妮给紧开了 那又露回了第四名 没错 现在狼队是一个双丁跑 风华的这个跑法能演上 可以 带神的第二段挑 顺势肌肉一次又病 下面这个弹道 看弹射 是 阿妮拖了一下 风华上来 两个人要做对抗了吗 看这个近到处 稍微出去一下 困难节奏 突然又慢了 对 这个快速点呢 拖塌了一点点 诶 淡气延续又没延上 这边节奏有点小乱 下一个弹道一点双叉吗 还是CW单喷 没错 从黑管弹气过来以后 在前接一个弹射 嗯 现在两两座对位啊 其实阿神跟凌青的距离 也非常的接近 是 等同落地 嗯 都是卡在一秒边缘 这边 再调整一下 ECU再释放 暂前续能延上 说完这张图 阿妮拖直接第四了 对吧 真的难受啊 怎么读啊 而且要跳秒 对 1.3秒 好 在风华的位置 哎 给机会了 但是 后面出现了一波对抗以后 风华掉了1.5秒 自己在劲道上出现失误 双跳 三分 拉开四分了 没错 一张熔练拉开了三分 是的 常规之内还有两张图 当分数非常胶着的时候 就会提供给队伍或者落后方 选择这种边缘性赛车去打的赛道 这样的搭配 但是一旦打到了像落后四分的这种情况 可能这种图再选出来就不太好了 就这种通车图 现在我感觉得上点难度啊 但上难度的话 得看风华 也得看阿妮 其实我觉得对于阿妮来说 这个赛季 很多选图 我觉得 那对于风华来说 如果要是说自己现在这个快出啊 又出现了节奏方面的问题的话 那其实打什么图都一样 没错 那我觉得可以偏下阿妮的王图 去打一手南图赛道 苏格兰是被搬了 对啊 这张是打不出来的 那只能 空杠现在一撒肯定也不敢选 现在不太敢选 我觉得先打一张南图 如果分数还是没有办法搬回来的话 再尝试去打空杠 其实不是南图也行 嗯 就只要能够追回1到2分就行了 反向亚特兰蒂斯 现在就是如果不选南图的话 你就得去拼这个起步 以及稳定性 但从狼队的配合上来看 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 前面赤城鸿 叶和 侏罗继 两张赛道 就要狼队队友之间纠缠了一下 但是剩下就逐渐找回自己的节奏了 没错 来看一下本场补赛 我风华今天起步真的快啊 但是这个起步 哎 你这边甩怪没喷啊 在险阶一个侧身CW 对 但是起步守恒的话 这可能并不是E-Star 最常规的一个阵型啊 阿胜直接凭借一手细节时间来反召 因为风华蹭墙了 这波风华想要先顶后坛 可是拉过来 想要卡位是有点难的 但这边自己的路线还是稳住了 凝青也出现失误 跟阿妮落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是 现在阿妮已经反超了凝青 而前面风华跟阿胜还在做对抗 看前面的劲道 一个点飘进入劲道 对 但撞的有点小众 嗯 再次拉开了0.1 看三连弹射了 哎 风华这边路线第二段 哎 但是阿胜拖了 一个大拖飘给到风华机会 他顶到了墙 上墙了 弹回来了 凤华也时间反超 但是凝青又反超阿妮 那后面也躺得很胶着 这边ECU再释放过来 看前面的劲道 目前阿胜应该是没有机会碰到啊 不好说 哎 但是阿胜自己还多歪了一下 不好说呀 哎 倒是关佑 侧身没有拉过来 可能阿胜直接反超了 而阿妮的话 其实跟凝青也拉开了差距 年轻这边有可能会跳秒 阿妮是拉到了一秒之内 这局有可能是投分 还得看后面的口 哎 这边淡气出了一点问题 风华跟凝青也挡到阿妮 但是风华也顺势挡到了一下 凝青 在前面三连弹 阿胜这一次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最后一个弯道拿到11分 而风华和凝青都有可能是跳秒 这一局狼队再一次拉开一分 那现在分差已经来到了5分 阿胜这心率是真不跳呀 72 这么多对抗 必出空港 一定要出空港了 是 我觉得太难了 对于伊萨这个组合 起步手痕首先是 就算选到安妮的王土也发挥不出来 他其实对于第二圈已经追得很快了 是啊 而对于凝青 我觉得每次在对战到伊萨的时候 都打得很难受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起步也出不来 然后还要不停的进行一波搅局 我觉得自己的 好几次都跟安妮对抗的挺难受的 对 但是比较巧的是 他也刚好在自己的稳定性方面 也没有办法做到像面刀 其他一些队伍那么稳 对 两次连续两次的比赛 对 但这一次 都没办法 已经六局三冲了 是 但是表现还不错 而且现在均分应该也有十 三个十一 三个九吧 应该是 稍微 匀了一下 嗯 三冲 阿深两冲 风华和阿妮的分数是持平的 嗯 所以说在二位当时起步多重要 对 这边他是沿上了 沿上以后再开一个淡器 重点就不一样了 空港 还是要选来搏一搏 还是要选来搏一搏 空港必选 很少能够看到像赤诚红烈那样 起步一大双很好的局 是的 我觉得对于 AJ的队伍来说 起步真的可能是二位当中最大的一个 阿妮阿深走一边 一次又飞过来 诶 已经被撞了下去 诶 已经被撞了下去 诶 为什么起步空港 倒霉的老是塔呢 不太清楚 我搞不懂 我觉得应该是 就有一种比较 玄乎的细节 就他的节奏 刚好卡在被其他选手所撞的那一个 节奏 而且这个其实也要跟第一个弯 有一点影响 因为如果你飞得快的话 你是先撞过去的那个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 诶 阿深也 这边出现了一个贴子 虽然没有复位 但是这边有可能是 对友之间的连带 诶 这边自己上墙以后 先放过去 没有气啊 但他卡完气中 又复位了 对 踩完加速的位置是不对的 断空标以后看一下 阿妮跟风华双零跑 但风华出现的失误 1.3秒的距离开玩 这一把有可能 之间实现反杀也说不定 很有可能直接带走 但现在5分的差距还不好说 看一下后半段阿妮的稳定性 稍微过来 凌青2.9秒 但是阿深7秒了 这一次阿妮比狮子成绩还要快 之前一直都是狮子给阿妮开路 这一次阿妮反超了狮子 她想要突破自己的几度空岗 但这边撞完以后的小喷少了一个 都蹭了一下 但是阿深又7.3了 这一把几度空岗 凌青也3秒开外了 看最后的一个弯道过来 但凌青打到了3秒之内 刚说完又3.0 反复的横跳 看最后的完成时间 1分26秒42 风华拿到9分 凌青拿到8分 这边是少1少8 3分的8分 9分 4分直接带走 一局9分 直接拿下了2杯 哇 你能想到 因为其实对于阿深她难控的原因是 阿妮太快了 她后追的这个补偿速度来说 有点控不住 但是配合真的是存在问题的 她太想给凌青让了 我不能理解的一个点是 她在那边卡 她在新兴加赛之前卡了一下 其他的车头方向是完全偏了的 所以有的时候 萧是抓地真的值得一许 该抓的时候还得抓 对 刚才如果要是阿深一直抓地的话 就过去了 你这个抓地得分路 对 空港你有很多弯道 没办法去补气了 你补完以后 可能自己本身的节奏会更乱 现在你再回想起 在常规赛 在一个星期之前那一局 伊斯达完全败倒在自己选择极度空港 而在这一次季后赛更加重要的2V 在第7局极度框 直接实现了9分的绝杀 恭喜伊斯达 为什么老是你 1分26秒42 最后阿妮跑到了狮子前面 但是最后还是保住了狮子的记录 对 在这张图上我们会发现 总是为你写诗 一起并肩作战 所以在这张极度空港 阿妮实现了全场唯一的冲线 也是最重要一锤定音的一次冲线 非常关键的一局比赛 也终于是在这一局起步冲了出来 这次戏也放ECU放完了以后 他的速度其实也有点不太套 我觉得可能 可能是 凌青她在这一张赛道上前面 她就没有想着去贴弯去卡位 对 然后阿胜那个新加速带的卡器 我是有点 她觉得自己能调过来吗 因为其实每一次 在这种加速带上面的卡器 都是比较严重的 那看一下 最后的决胜局拿下比赛 MVP是给到了伊斯达的阿妮 场均得分9.7分 重选一次 所以这场极度风港 谁又敢轻易照样呢 之前也说了嘛 对于AJ的比赛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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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